很多时候新年十二生肖都会买的 这个是有些故事的 这个是猪来的 是,这个是猪来的 因为当时是八三年 当时猪年 我爸爸说要打造一只立体的摆肩 要有趣味 立体的摆肩? 不是一向是立体的吗? 八三年那时是新东西 现在是周杰黎 当时是新东西 这一只可以说是第一只卡通化了的新潮珠 但现在这个就很不同了 今年是阳年 这个就很新了 这个是不是你设计的? 这个不是我设计的 非常漂亮和很现代 这个特意是否角就弄得亮亮的? 是,因为这样有些对比 让脆微性高一点 还有那个美感也不同 这个整个身就是绕毛的处理 但是去到角呢 就是我们叫它抛光 还有所谓绕毛都有不同的绕毛 因为你看看有多粗有多特色 那个看法也会不同的 但这一只呢 我们根本是借回来的 我们已经没有了它 我们为了今天拍摄 我们是四伴问哪位有借回来的 因为是你爸爸想的 是 这个是你爸爸设计的 以为他命令来的 他有给一些意见 譬如我肯定说 这里做个保姿 他会给一些意见 为什么你觉得保姿 一定是他讲下去的 我猜而已 想听回今集内容 可以上881903.com 节目重温的